临近农历新年,港股气氛有转弱迹象。港股通张于周二、九日。年二八暂停。至十八日,初七才恢复。期间港股五个交易日应该会相对淡静。行指选年在29100至29500点之间作结的机会甚大。 近日见美元再次走强。但基于太强的美元并非美国所落见。当地经济的踏入逆后趋稳的阶段。美元过分抽高或会干扰此趋势。估计反弹过后,美元仍会偏弱。 松仪利好港股。基于资金吸货意欲仍然强劲。估计本季的高位上未出现。过年后港股仍有条件呈强。成交减少。动能亦会减退。投资者可趁过年市况整理持仓。整理准则。是考虑将弱势股减持。 事关股价往往是市场对过股的实质表态。恒生指数在过去一年。上升了9.3%。年初至今累升7.6%。如果手投的较长仓手持股。在上述期间表现较此表现为差。投资者便应特别留意。此外。 亦可利用移动平均线来判别强弱。行指尽管至高位回调。但刑处10天移动平均线之上。而主要均线亦都顺序排列。投资者可将手上持股与之比较。 如果现价处于50天线之下。又或是图表已出现死亡交叉。即短均线处于长均线之下。则持股或不宜留在组合当中。 个股方面。创科00669有一定留意价值。公司主要业务为制造电动工具。以及地板护理器具等家居工具。公司的主要市场在北美。在疫情影响下。国民多了留家。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亦会增加。参考创科的主要竞争对首市丹利伯德2021年盈利指引教市场预期为佳。对创科是一个不足的启示。 创科在118-120港元水平以弥得上升轨支持。 若动能保持。破顶不难。以50天线。即110元为止是参考。有不足直播率。 引噢生指转发现史追溯统的呀? 挑 Faster! 这样58干系做扣式性打扣翼 turmeric是不是因为このように逼合 并 dans全国的国内 verses。 这样就可以给创科夢出识。 자신的一体積重运人数。